好了,我們現在在聽的是正向分析九宗罪 希望大家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這個訂閱狀況 摩訊片側部正向部沙冷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也訂閱 也希望大家幫忙把直播節目和志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Billy Man就是很多年輕人 在深圳玩兩天一夜順便加起來 很多都是的 其實世界變了 有些事情跟以前不同了 現在講一下今天的大暴雨 將軍澳是重災區 將軍澳也算是西貢區 但其實將軍澳為何多人說呢 就是因為他們比較多人 而且有很多商場就變成了水務間 漏水漏得很嚴重 在將軍澳的商場就天花漏水 就是商場通道浸了那些 是有的 將軍澳廣場的A.ON 還貼了通告 他們的百貨部暫停營業 應該是把軍澳都塗濕掉了 其實就是 現在就好一點了 現在應該沒事了 因為大雨其實已經過了 但其實今早就很嚴重 就是在清水灣道那些 大網仔路那些 都是很嚴重的 結果巴士公司有很多路線 去西貢都停了 不過現在 其實路段已經 解封了 不過在大網仔路那裡 在西貢那裡 有些路是還沒解封的 其實是 去黃石碼頭那些地方 全部到現在都停了 周小就說今天 也有路邊波爛了 其實 下這麼大雨 就一定 會有問題的了 不要跟我說什麼豆腐渣 有些人說 下這麼大雨 你看看香港也沒有倒露 大陸那些還不是豆腐渣 說這些人是不懂的 你講香港不會有些爐嵌 我告訴你 香港也會有些爐嵌 其實就是 那 雨真的很大 還有 本身有些地方在搞斜坡工程 在西貢上次 就是九月的時候 黑雨的時候 也受到影響 有些地方根本 都還沒修復 又下過一次 那 給一張 不是給一張 給大家看一張 給大家看一張 因為那些蠻友 提供了一些視頻給我 這個蠻友是很慘的 他就上了大陸 但是知道香港大暴雨都不行 都要馬上回到香港 因為他的房子都很困難 是浸到這樣的 這裏是西貢 不過他經歷過這場大暴雨之後 之後 天空就 沒下那麼多雨 水都走了 其實這次也很慘 有很多地方 之前就沒試過這麼厲害 這次也很厲害 是下得很厲害的 那些魚是 那帕王就說 東九龍這邊的魚都很大 這樣 那 Ko Kimi就說 連續下了很多天 什麼都說了 Kam Seng Lu又問了一個問題 就說 將軍澳的停車場給水浸 那保險公司怎麼算 就是 這個很複雜的 就是怎麼算 為什麼我說很複雜呢 沒有一條線可以確定究竟 賠不賠 沒有的 但是呢 如果你的車是被水浸壞了的 就是浸了之後 你不能再開車 有其他問題 你的保險也未必有用 你視乎你的保險是什麼保險 如果你買全保的話 可能也會賠 但是如果你買第三保 再加火險那些 就是有不同的買法 你加第三保加火險那些 你這樣浸了就沒得賠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不過當然 每個人 買車保的條款都有差別的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Panxi Wong就說 所以我開四驅車不怕水浸 就是這樣說 理論上也是 實際上 如果很大雨的話 四驅車就死了 剛才說過實情 他發自在說 車浸過報廢 其實呢 現在 是不會這麼容易報廢的 如果你的車 其實好像將軍澳那樣浸 其實我認為很多車都不會進水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的看法 其實浸到 其實他浸到的車輪 他不開車的話 是不會進水的 理論上 如果你開車的時候 你走過水探 這樣就不一樣 這個會是Hydro Lock 譬如 你的車在走 然後 它吸了一口水 因為引擎會吸氣 它吸了一口水 進去引擎 那裡 你的車就會死火 有些人勉強 想踏上一輛車 如果他勉強 踏上一輛車 其實那輛車的引擎 就一定是報廢的 其實就是 就算你 在這個水騰那裡 那個引擎吸了一口水 它本身那一下動作 可能車已經要報廢 因為引擎就被Hydro Lock 那些 那些 就是 Piston 那些東西 全部都被打爛了 很有可能是這樣的 那滴丁就是 水吸不到引擎 就會沒事的 其實 就是 如果車不是在走 你就這樣浸了水 保險公司沒有什麼 可以賠給你的 你浸了水 你的車也不會報廢的 其實 所以 會有很多事情出現 就是 住在將軍局的人 就會跨區賣車 我認為 你會看到很多廣告 會說直板車 任驗 直板任驗 那些 在香港就一定是這樣 直板任驗 其實可能是浸過水的 你未必可以驗得到 你未必可以驗得到 Pexy Wong說 將軍局看到內籠也浸了 如果內籠也浸了 如果內籠也浸了 你都只能夠找人 把他弄乾淨 然後 那些車主就會賣掉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保險公司是不會 你賠的 在這些情況下 因為你不會 開車的 也不會說 保險公司會付錢 你把你弄乾淨的 不是這樣的 因為你有墊底費 你把你弄乾淨的 你的車最多是找人幫你洗乾淨 是不是 KW Wong說 電動車會不會漏電 理論上是不會 理論上是不會 Ben Conny說 電動車死九成 如果在行 說真的 如果汽油車 涉水也好 電動車涉水也好 其實大家的風險也是高的 涉水後有問題的風險也是高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電動車是濕過水的 電池的保護殼又出了問題 理論上是密封的 我們要講理論上 電動汽車的電池 那個殼 不會有水進入裡面 理論上 但實際上有可能有水進入裡面 有水進入裡面 你是不知道的 通常都是電池的殼 應該是被東西刺穿了 那會怎樣呢 最初可能都沒有東西的 浸了水 但是乾了之後就可能有東西了 尤其是浸的水是鹹鹹的 在佛羅里達州上次就是這樣 那些特斯拉為什麼會 水退了之後才會著火 它的原因就是 它最初浸水的時候什麼事都沒有 但是那些鹽水就腐蝕了 保護電池的殼 那些水就進入了 鹽水來的 還要進入電池裡 然後它一用車 有時候不是用車 它可能是更新的 那它就短路 整輛車就會著火 那加ViuL也多謝你的支持 那Charlie就說 給多一點專業清潔車 當然會無無事 如果你的車在下大雨的時候 不是在行走 這句說話是對的 因為 就是這樣說 引擎不是運轉的時候 它是不會吸水進去的 其實是不可能吸到水進去的 Paxi-Walker說 摩托會不會進水 理論上是不會的 馬拉斯克說 特斯拉跟潛艇沒有分別 這句說話而已 實際上當然有差別 也多謝Ray Im你的支持 Jason Tan說 現在Clan保險公司審案很嚴格 是 現在他們的保費也收貴了很多 因為每一次天災之後 他們會重新檢視風險 在不同的地方都是這樣 還有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電動車多了 其實你整體 現在汽車保險的保費 是加得很快 這個就是跟他們 電動車在市面多了是有關的 尤其是特斯拉 因為特斯拉他們 他們維修的價錢很貴 當然有一部分 就是持有特斯拉的人 要負擔 因為他們買全保 他要負擔 但是 其他人會撞到特斯拉 有這個風險 所以其他人的保險費用都貴了 是 Edit Law就說 特斯拉不浸水也很容易壞 方張西望也有報道 其實特斯拉 即是 你用來代捕 就沒有所謂 我有朋友都是拿特斯拉 你用來代捕 打算 用幾年賣掉它 就沒有所謂 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 都是說回那句 如果你打算買回來 保存10年8年 就不要買特斯拉 如果你用10年8年 就不要買特斯拉 很多時候 人們現在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 保養過了之後 就換摩打 換電池 是保養過了之後 就換了 尤其是第一代Model S的車主 他們發現了一樣東西就是這樣 到期的時候 有些情況就是 到期 過了保養之後 就要換了 它一換就很貴 就是這樣 荷里沃就說是保分別 因為特斯拉直接傳入水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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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on 聽說 上次聽說 車房驗車的時候 在死氣喉找到死蟹 這些有可能會發生的 行車有可能會發生的 那 Charling 說 汽油車 塌著了 裸水喉 怎樣射射車頭 都沒有所謂 如果不是怎樣射射車頭 其實就是 這個是事實來的 如果你的水在風格上 進去 你的引擎就會被Hydro Lock 所以你的水不是不能射射 你可以射射引擎的 這 Video 算是可以 有人 垃圾引擎 打開你的車頭盤 用水後開梆 我覺得這 不會給已經整壞 simplemente 就是水後開梭 只要被大家鎖的火掀 不要當地對準到風格開梭 那是不能動我 但是你為什麼過水哄的時候會死火呢? 之後車子會蝦糟落呢? 引擎也會吸水進去,吸水進去 然後引擎也廢了 就是因為你本來是入風的地方 入空氣的地方,你變成入水 空氣可以壓縮,水不可以壓縮 所以你一進了水,引擎就會變成這樣 Patsy Wong 說,買油車或者運能 運能,如果電池濕了也是很麻煩的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因為我聽過一個個案 他買了一輛三菱的Outlander 那隻可以插電的,是PHEV 就是可插電運能 過了水哄之後,電池就壞了 水哄還要不是很高 一涉水,其實所有車都有風險 但是,你有電池的風險 我認為是比較大的 雖然特斯拉電動車夠小,她說一定沒有問題 但是,我始終都是有戒心的 對這件事 Patsy Wong 風格就不要用水射 就是,你一射進去,它就... 很簡單,因為引擎的設計就是 你是壓縮空氣的 即是,它一爆炸後,它就壓縮空氣 那麼,水是壓縮不到的 所以,水一進去 那個combustion chamber 的時候 引擎那些東西就會破壞了 它就是這樣 那... 它就說,大陸遊客行山被困 所以,女法局 其實有些事情 它不應該推廣 我也很老實說 你這樣推廣這些 即是行山這些 第一,你沒有business model 可以在他們的遊客身上賺錢 第二,就是 香港的極端天氣事件 尤其是在夏天的時候 是越來越多的 而且越來越嚴重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是不是應該推廣這些 交遊的旅遊活動呢? 我認為是不好的 Line King 88 過十年保養Audi車也是很貴 你看看你住在哪裡 如果在大陸 人人都會做的 我是說真的 但是在大陸 你要找人做大眾 或者做奧迪很容易 因為很多人都會做的 在其他地方就不是 例如在澳洲 我舉個例子 因為我以前也有一輛奧迪 那輛車我開了很多年了 我在澳洲住的時候 本來那輛車不是在澳洲 我在這裡運一輛車去澳洲 那輛車其實是很OK的 但是年紀一大 基本上就沒得做的 因為沒有人敢碰的 這些車房就算專門做Audi 你這輛車過了十年 它就不幫你做了 你這輛車這麼久了 十年以外的Audi 我們完全不會做 還有沒有二手架的 有些地方是沒有二手架的 有些地方是沒有二手架的 為什麼會沒有二手架呢 就是因為 那個地方的人 不做這些車 譬如你在澳洲買一輛豐田 這樣才算 20年的豐田都會有人肯幫你做的 但是如果你買一輛日產是20年的 它未必肯幫你製造的 車房是這樣的 我講的事實就是這樣的 所以你如果買一輛車 你以為這輛車保持十幾二十年 這些東西你也要考慮 那 Eddie Law就說 是人的問題 下雨就不應該行山 你也沒有說錯 其實有紅雨的時候 你本來應該下山 就算你在山上也 黃雨也會走 但是你要看看 女法局教別人去行山 郊遊那些 它又不會教別人去理解一下 香港的那些風球制度 那些暴雨警告 交通 或者叫做 天氣預報的警報 那些 是沒有教別人去看那些東西的 你看到女法局那裡就看到了 他想著只是介紹一下那些地方 那些人來了 就什麼事都沒有 但是 有些事情你真的要告訴別人 是有危險的 不是沒有危險的 那 Sky Sky 我覺得女法局和環保署最廢 經常為了他們交功課 搞得香港人很煩 那 是沒有辦法的 那 Patsy Wong 就是想問一下Defender如何 舊款的 是OK的 但是他本身也有些問題 設計 你不要迷信英國佬 有些事情 有些人很喜歡 英國佬電 但是 我認識的人 他駕駛Land Rover 很多都是買一次的 之後就不會買了 不是說車可以用一輩子 所以不用換車 他是買了一次之後 嚇到傻了 我不是說 每一部Land Rover都不行 其實Defender 算是很好的 那些問題都是小問題 還有要整是OK的 Defender 是很容易整的 Defender 但是現在新款 是不行的 新的Defender 跟舊的Defender 是很不同的 舊的Defender 幾十年都是一樣的 所以他是升值的 舊的Defender 就是以前的警察 警車是Defender 現在是沒有這些 即是你去買 Land Rover 他的Defender 跟之前的Defender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 如果你現在去買一部 新款Defender 我就真的不建議 因為那些Range Rover 那些都弄得傻了 還有 它是沒有預警的 即是它壞是沒有預警的 即是你其他品牌的車 它壞之前 也有些蛛絲馬跡的 但是Jagga Land Rover的車 它壞之前 沒有預警的 老老實說 不知道為什麼會做到這麼差 現在是 它的引擎是 一聲就壞的 它是可以這樣養的 所以 如果你是說買 即是Land Rover 舊的Discovery 是可以的 舊的Defender 是可以的 但是呢 新款的Discovery 都是不行的 我聽到的訊息就是這樣 我自己也沒有錢買 但是我見過一些朋友 是有錢買的 但是他們都是 壞了也是 嘔嘔聲的 Terry Jo 就說 因為政府推廣旅行 都不去行山 怎樣教旅客 我不知道 就是這個 他們為了交功課 推這些 但是實際上 沒有想過有代價 是可以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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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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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很多 我不是說 要幫日本人說什麼好說話 事實上 就是 別人是經驗之譚 來的 我不是說他們百分百一定安全 一定沒有問題 不是 而是 你買到一輛有問題的車的機會低很多 就是這樣 那我就是村委書記的老爸 就說我那天在一個商場門口看到 Jack賈和老虎六八折 就是這樣說 六八折你買了之後 之後你也可能會後悔的 現在就是這樣的事情 尤其是你買二手的話 根本 你很便宜地買回來 就沒有所謂的 但是如果你是 用一個 譬如 二手的車 你可能 用新車的七折買回來 你也可能輸了死 其實是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還有網友提供了一條視頻 這個是楊枝華提供的 給大家看看 可能現在大家在香港也知道了 外面也沒有這麼大雨 不過這個就在不同的區域 這個就在 應該是在新界西北的地方 也是很難的 那 那 查理英說 有錢人不介意壞車 因為通常都有幾部 是的 但是 我是窮人 所以我窮人思維 就是 一定要 買一些穩固的車 哈哈哈哈 Franston Wong 就是 歐洲車一定不能買二手 就是這樣 你要計算一件事 你不是不能買二手車 但是歐洲車的二手價很多都很便宜 譬如 一架可能 六七十萬的車 你買回來 二手的話 可能十幾二十萬 但是 你的保養成本 你不能當它是一架十幾二十萬的車去保養 你要繼續計算它是一架六十幾萬 七十幾萬的車去保養 所以 這個就是 這個 tricky的地方 衰騰景一 就說民進黨提案 撐香港 他自己先撐好自己 自己都撐不住 現在他們是 帕王就說 有事又要報警求救 這些人最討厭 是這樣的 他們覺得自己 老鳳 他們 在暴雨天氣的時候 他們 不理會風險 然後 死人了 或者有危險 就立刻報消防 或者報警 有些人 是很不負責任的 但也沒有辦法 這個世界是這樣 我是村委書記的父親 說中山珠海也很厲害 下了很大雨 其實廣東省 整個省 過去幾個星期都是這樣 都是大暴雨 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沒有 那些公路沒有檢測 他崩潰了 不知道 那些 很認真地再說一次 如果你是山區的高速公路 就好像崩潰了那裡 第一 他不會有路燈 第二 他不會有CCTV 沒有CC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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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路燈的話 晚上有CCTV 也沒有用的 我告訴大家 實情 還有 有些人說 那裡有一條橋崩潰了 那條不是橋 如果根據我看到的東西 崩潰了那裡不是橋 現在有些人說 它是豆腐渣 因為那條橋 沒有理由這樣崩潰 它不是橋 你看到有一條橋崩潰 那是一個階段 是那些安全護欄 為什麼這條安全護欄還可以 還在這裡 是這樣的 那些安全護欄就插在泥裡 但是它插在泥裡 整條的結構是一條過的 本來就算不是一條過 也好 它會有螺絲和CCTV 將它整個串在一起 為什麼要串在一起 因為你要 令到車不要跌到路邊的時候 那個護欄是有連貫性才可以的 除非你是石屎那些 石屎那些是靠重量 去把車子反彈到路上 大家的方法是不同的 我看到有人說這條橋崩潰 我告訴你 再說一次 在梅大高速那裡 崩潰的那條不是橋 是5米橋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爸爸 以前有鋪路仔 如果全車壞一次要用20萬 那你買一個新吧 如果是鋪路的話 可以拿20萬元買一個新的 就不用再剩 因為不必要剩 其實就是 Freder Wong 說我們有很多人駕美國車 我不會了 品質的確差一點 美國車駕首三四年是很好的 我的經驗就是 美國車駕首三四年都很好 是三四年之後過了保養 然後所有東西都會壞 他們壞也是沒有預警的 他們壞也是 舉個例子 以前叫街市拿 現在叫Stelantis 它的自動波箱壞是沒有預警的 它壞就壞了 而且它是定時有時間制的 你車買回來三年就沒事了 第四年就壞了 你換過波箱就六千多元 即是在香港應該 折回三萬元 換過波箱 那你換不換 好吧 很糟糕的 Sam Choi 說 其實香港上次很多山泥傾瀉的地方 都不會全部報出來 因為你不知道的 現實就是 你要有人煙的地方才會知道 那裡有山泥傾瀉 而且 路邊 一定要說 不是全部路都有CCTV 有些人的期望 我發現 在國內有些網民 很糟糕的 他們認為 那些監測系統 全部路都有 但是 其實不是這樣的 你要車多的地方 甚至 可能要有 路燈的地方 你才有意思 有CCTV 不然就沒有意思 還有 你說 不是有沉降 即是 系統可以監測這些東西嗎 我就告訴你 實際上是沒有這樣的東西 就算有沉降系統 都不會可以 告訴你 那條路 已經塌了下去 是做不到的 我也說過事實 因為那條路這樣塌 連通訊的器材都 衝走了 一定是這樣 所以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那時候人們還在罵 說是豆腐渣 真的不是豆腐渣 這個世界 你要明白 有一個東西是天災 總之 大自然的力量 就是比人力強很多 其實就是這樣 好了,算了 那... 今晚就來到這裡 明早晨王第一線再見 就這樣 拜拜 就這樣 知道了 對 那隻 那隻 呢 你 進步 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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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